创世纪第39章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了 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臣仔 军长波提伐 从那些带约瑟下来的以史玛丽人手里买了他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约瑟就事事顺利 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里 他的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 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做的尽都顺利 约瑟就得主人的欢心 服侍他的主人 他主人指派他管理他的家 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他手里 自从主人指派约瑟管理他的家 和他所有的一切 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 他家里和田间所有的一切 都蒙耶和华赐福 波提伐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交在约瑟的手里 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以外 其他的事他一概不管 约瑟生来体格壮健 容貌俱美 这些事以后 约瑟主人的妻子以慕传情给约瑟 说与我同睡吧 约瑟不肯对他主人的妻子说 你看家中的事我主人一概不管 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我的手里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除你以外 我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我怎可以做这极恶的事 得罪神呢 他虽然天天对约瑟这样说 约瑟却不听从他 不肯与他同睡 也不与他在一起 有一天 约瑟到屋里办事 家里的人没有一个在屋里 妇人就抓住约瑟的衣服说 与我同睡吧 约瑟把自己的衣服留在妇人的手里 跑到外面去了 妇人见约瑟把衣服留在他手里 跑到外面去 就把家里的人都叫了来 对他们说 你们看 我丈夫带回来的希伯来人 想调戏我 他进到我这里来 要与我同睡 我就大声呼叫 他一听见我高声呼叫 就把衣服留在我身边 跑到外面去了 妇人把约瑟的衣服放在他身边 等他的主人回家 他又用同样的话对他说 你带回家来的希伯来人 静静到这里来 要调戏我 我高声呼叫 他就把衣服留在我身边 跑到外面去了 约瑟的主人 听了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 说 你的仆人就是这样对待我 他就非常生气 于是 约瑟的主人拿住约瑟 把他关在间里 就是王的囚犯被监禁的地方 约瑟就在那里坐监 但是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向他施慈爱 使他得到监狱长的欢心 因此 监狱长把监里所有的囚犯 都交在约瑟手里 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一切事物 都由约瑟负责处理 凡交在约瑟手里的事物 监狱长一概不闻不问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使他所做的 劲都顺利 zin瑟负责罚